武俠小說是中國人獨有的幻想世界 金融先生將武俠小說 提升至文學殿堂的更高文化層次 在文學上有傑出的成就 就是武俠籍 很多印象中的想像 那些想法 有些出生入化 很多人想不到 從1955年金融開始寫第一部武俠小說 《書檢恩仇錄》 到1972年金融寫完陸景記封筆為止 他一共寫了十五部武俠小說 第一陸景記就叫描寫 當時清朝的時候 描寫中國的社會 這兩部比較深刻 我講的是正式性和強的小說 目標就是通過一部小說來描寫中國整體生活 還記得一般不得中國人去描寫全世界整體生活是這樣 如何處理這段歷史 如何從中國人的角度去解釋這個衝突 背後長遠的歷史意義呢 《茶山》用幾部小說說出他的看法 我覺得真的很有色見 很有歷史的眼光 《金融》的其中六部小說 已經翻譯成英文、馬來文、越南文、朝鮮文 還有法文版和泰文版 台灣作家、學者更率先成立《金學會》 將原本是坊間流傳的小說 提升為文學的研究對象 不過茶良用並沒有因為目前的結出成就而感到自滿 依然遠赴英國劍橋大學 修讀碩士及博士學位 為年青人樹立終身學習的好榜樣 多謝香港以日發展國 給我一個中生神手獎 我給中生神手獎 第一階是有中醫學生 我也第一階得到 有中醫學生一個 一個合作神手 一個合作的研究 一個師父 一個娃娃 我都幫忙忙忙忙忙忙 所以可以 只要在一起 其要前面呢 我就只要走這個跟一個合作 我只想把個威脅 給老西山喊去 跟當給我 我個人 在一個方面的 常作的貢獻 非常美 被我這樣講 超過我的本人應該成熟 感到 多謝各位來參加 跟我們 跟我們一起成為 多謝